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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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你给他上发 全场安静 三 二 一 开始 地轮力量二零二一 1895年 法国鲁米埃尔兄弟拍摄了 人类第一部电影叫《工厂大门》 它拍的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 自那之后 人类就有了一种 用拍摄真实生活 来引发人们思考和认知的艺术形式 我们称之为纪录片 我从事电视工作近三十年 一直在做人物访谈 我希望通过交谈认识这个人 认识他这样的一群人 认识人群组成的社会 认识当下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关系 在我用口述记录社会生活的同时 我的一群同事 直接用镜头记录 我关注他们的作品 因为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我想要了解这段时间 中国发生了什么 那这段时间的纪录片 就是一个重要的创口 奥林匹克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坚持 我们是想通过来记录他们备战的故事 反映这种精神 做好转身 来 放手放手 当别人都起水的时候 你还在水里用 他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项目就是这么长 所以你每天要练的 需要比别人多很多的 其实他们跟以前的运游员很不一样了 就不仅仅只是去追逐梦想 他们其实还在勇敢地表达自己 敢做自己 下场摆壁 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的运动员 虽然他们会质疑自己 会面对挫折的时候有自己的情绪 但是他们尊重自己的职业 也尊重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做到了 以前超越自己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参加四届奥运会吧 我希望自己能拿出这样的一个自省 展现我们中国进走运动员的一个风采吧 中国体育代表团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77人组成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这届奥运会太特殊了 然后我们运动员呢 就是要以我们自己的这种方式 来告诉大家 面对疫情我们没有害怕 我们反而比以前更勇敢 他们更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成绩 在异国他乡听到国歌声 看到五星红旗升旗 更需要这样一种力量 去鼓舞所有的人 不是说只有冠军 只有在光环下的人 才值得去宣传 值得去关注 只要是你付出努力的人 只要你勇敢地去追逐梦想的人 都是值得被歌颂的 这是一盒饼干 购买自东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的奥运特许商品店 简单地说就是奥运村里的小卖部吧 去报道奥运会的同事带给我的 饼干我吃了 这个盒就留下了 我不是体育迷 从不保留任何跟体育赛事相关的纪念品 这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届奥运会已经超出了体育赛事的概念 最终 东京奥运会举办了 而中国派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代表团 是的 这届奥运会的底色是全球性灾难 而亮色是人类的抗争 每逢这种时刻记录片人是会在场的 他们镜头里的运动员真是新一代了 除了保有老一代运动员 不怕艰苦 忠实于国家荣誉的刻点之外 他们更有个性 也更有职业运动员的自信和阳光 而记录片人也更清楚地知道 金牌很重要 金牌没那么重要 每个付出辛苦 勇敢追梦的人 都是他们镜头里的英雄 再过几天 冬奥会就要开始了 运动员和纪录片人 都会出现在冰雪之巅 那个时候北京干干的审判下来冬奥会 当时中国还拿不出一部像样的冰雪类的影像作品 我觉得应该去把这个空白给填上 那些字你认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传结万岁 古外林我们是从十岁就开始跟拍她 她在美国是一个华裔女孩 特别可爱 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一拍摄不得了 发现这是一个滑雪天才 当时中国备赞办 他们正在跨界跨向选材 备赞冬奥会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人物推荐给备赞办 备赞办 看了我们的纪录片以后 觉得这个人物很好 到最后如愿加入了中国国家队 所以我们实际上记录和见证了她这样一个历程吧 我们希望能够拍到她参加冬奥会拿到奖牌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产生的这一个点 有所为无所为 就是你要有所作为一定要无所畏惧 能够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千锤百炼 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嘛 今天中国这种多大的困难 疫情的困难 国际的这种轻人的压力 你要实现中华民族最可回答复习 那就需要这种时代精神 北京 北京 从2008到2022 北京再赢奥运 奥运会不只是运动员的竞技场 它也是我们每个人实现梦想 实现创造的这么一个地方 好像今天没放 2021年春节前夕 相约北京测试赛即将举行 滑雪医生来这里实地训练 并参与测试赛的医疗保障 我们国家为了高山滑雪 从2018年就开始组建滑雪医生团队 找的这些都是各科的专家 从牙科 然后内科 外科 脑神经 骨科 脊柱 我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 到现在他们已经训练了四年 不光要训练滑雪 还要训练急救 如果我不去拍这个片子 我都不知道 有这么多人为冬奥会在奋斗 高山滑雪就在延庆 距离它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村子叫珍珠泉 这里的小孩每年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冬天河水 结冰了之后 打冰球 通过冰球 他们喜欢上了冰雪运动 他们团结起来了 有了更高的目标 奥林匹克 这个小小的种子 在这些少年儿童的心里种下了 别撞 别撞 回头看 咱们把冬奥会的阳光 得引到山里来 让咱们孩子 得享受到这个冬奥会的阳光 这个家族最强的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奥林匹克 我们怎么去不断地超越自己 不断地去完善自己 在自己人生的赛道上 实现自己的奥林匹克梦想 我片子里的每一个普通人 在各行各月中实现他们各自的超越 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奥林匹克 这两部片子的导演冯继和任从容 原本都不爱运动 拍了几年奥运题材的纪录片 看他们现在的朋友圈 都成健身达人了 而且总吆喝着朋友 跟他们一起去运动 从北京到北京 从奥运到冬奥 我们有没有更勇敢地追逐梦想 更顽强地克服困难 更高效地完成工作 有没有更加富于帮助他人 服务社会的志愿者精神 生活方式有没有更文明 全民体育有没有更普及 这些才是奥运留下的隐形财产 奥运年的纪录片 记录的不仅仅是奥运 还有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向前走的 历史就是这样 结论会被很多人猜中 沉默的这些沉剑 到底在维海湾里还剩下多少 我们的祖先太牛了 这么多有价值 这么多有话意义的东西在底下 留给我们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脚踩的东西都是虚空的 我们所展望的未来 其实都是渺茫的 你是没有根基的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田建文是邱家庄考古队的领队 从事考古工作36年了 他将主持这一代晋国墓葬的发掘工作 不想这个墓已经被盗过了 那一刀基本上就没洗了 当他们打了九米深的坑 发现有盗洞 田老师坐立不安 表情极其复杂 这种情绪 好难用一句话去表达的 我们没有一句解说 你只能通过画面去看 那块土地是谷曲卧 上面承载的关于谷曲卧的 大量的文化的信息 历史的东西 他们是在跟盗墓贼在比赛 拿到他们手里就是国家的 拿到盗墓贼手里 就不知道是谁的了 这是这个敌 盗中的敌 看见了吗 他当时一见之后 他这帮子杀得 他就不干净了 挖到最后的时候 发现那个木坑 在盗墓贼进去之前 他其实是已经坍塌了 所以就还好 就留下了大部分的青铜器 今天这双鸡 终于是有了种鸡了 你看这个 这是个盖 嗯 还好 还好 田老师最后激动的 他说看这就是曲窝 多么肥窝 多么美丽 他对这片土地是有爱的 这种东西能用所谓的流量 所谓的点击率去对比的吗 我一直觉得我们记录人 跟考古人殊途同归 很像 他们在那挖着 我们架个机器在那蹲着 人家就问了 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个片子 最后剪出来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啥也没挖到 那还好那一集出了青铜了 那如果做一个最坏的设想 那就是一个被倒掉的木 我们这个片子怎么去结尾 就是因为这个片子结尾 没有出青铜了 那这群人的工作就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吗 我们的拍摄就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吗 我觉得这是留给观众去想的问题 拍摄考古纪录片的同行们 我同意你们的说法 就是考古人跟纪录片人一样 都在构建历史 我们脚下的沉积 因为他们也因为你们 在此刻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 就像你们说的 我们因此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地 是坚实的 它不再是虚空 我不知道你们采访考古项目的时候 对哪一类的出土更感兴趣 反正我对有文字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 可能因为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吧 我总觉得文字里面有感情 有思想 总之有人 这是最早的王字 像树放的岳 岳是一种兵器 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 王权最大依仗是军权 王字由此而来 咱们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三万多件 一直都藏在博物馆 怎么能够让古人留给我们的这种历史信息 让它更生动 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 商人以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想象力 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 所为 所感 转化成字符 刻在硅甲和瘦骨上面 我们拍到的是当代 骨头上刻的这些文字 这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文字记录 我们就想怎么能把 看上去比较冰冷 比较枯燥的这个文物 让现在的观众 尤其是年轻人 能感受到里面的这种精神气质 跟神奇所在 用二维动画的形式 把每个字变成了一个场景 它怎么体现它的那个字意 展现给观众 早上 丈夫起来 竖发的发簪 是他可以担起家庭的证明 清水前 他弯腰打扮 照镜子 然后出门打猎 为了走快些 他双手用力上下摆动 唐朝的一个文样 叫历史宝花文 其实它是出现在唐朝各种文物上面的 那怎么去解读它呢 把它想象成是现代人 我们如果用编程的方式 完全是靠视觉 清线尾件怎么搭建 然后它怎么出现在织布机上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 大唐信仰的一个星球宇宙 我们的这些技术都是一些外在的形式 希望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愿意去接触和了解 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 让更多观看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历史 知道我们的来处 才知道我们的去处 我们中华文化上面曾经留下的这么多的经典史籍 这么多灿烂的文化 这些东西它是有生命的 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要让它焕发出它自己的生命 你要做中国文化的重新的认知 让回望下我们来时的路 认识我们自己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通向历史的公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底腕金》 《书信》它是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 非常私密的介质 那么我们就试图通过这个片子 去触摸古人的那种内心世界 这是一片目睹 有故事的目睹 更确切地说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 仅仅一百多个字 却可以解锁两千多年前的秦军传奇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位于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的竹简 两个士兵 一个叫黑夫 一个叫金 他们远在他乡 为秦国的统一在作战 这两片竹简 分别是他们两个人写给他们的大哥中的 秦问候大哥 一定让他注意安全 秦始皇兵马俑 能看到一尊一尊的桃涌 没有生命感的 但是这两片竹简 实际上是把秦国士兵的形象给复活了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两片竹简 很明确地能感觉到 两千多年前 这秦国人他们的很多想法 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 他们在外作战也想家 为了晋升也会做一些努力 跟我们今天人几乎是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下子就拉进了历史和今天的这种关系 一个民族它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主要是靠这种文化的力量 像书简约中国所表达出的这些主题 像我们的爱情观 像我们的友情观 像我们的家国的概念 跟我们今天的价值是一样的 这些优秀的东西 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我们 塑造出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性格 所以说这部片子实际上在梳理着 我们民族的一些特质 正是因为流淌在我们身上的这种 文化的血脉注定着我们 是这样一群人 黑夫和京后来都死在战场上了 他们的妻女大哥母亲 因此得到了抚恤 可以过得稍微好一点 往大里说 他们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国 其实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小事 比如说 他们在信里说 他们在信里说 我立了宫 会有人去家里送立宫文书 就嘱咐家人 别忘了 好好向那个送信的人道谢呀 有礼貌 带人温厚 这个礼仪之邦的好传统 我们继承的不够好 我们有好好向快递小哥道谢吗 当我们通过书简阅读中国的时候 你会读到 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的一些人生准则 比如对爱情友情忠贞 对国家人民关心 对自己的要求要高一点 对别人的错误要宽容一点 这些美好的精神准则 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 有这样的基础在 日后即使遇到什么艰难险阻 狂风暴雨 它也能扛得过去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书信展品中 两封并列在一起展出的书信 十分引人注目 这两封信 一封是丈夫就以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 信中说道 云霄我的爱妻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 我即日便要处死了 你已有身 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 另一封是母亲写给自己当出生不久的女儿的遗嘱 她在给女儿的遗嘱中写道 小宝宝 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有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 望你好好长大成人 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 可怜的小宝贝 我的小宝宝 你的母亲与长沙陆军监狱署 她们也是别人的孩子 她们也是别人的父母 就是她也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虽然是共产党员 但前提她是人 她是有追求的 我为了我的信仰 我可以牺牲掉我的生命 我可以牺牲掉我的家庭 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更多的人 为了我们下一代 甚至下下一代 不再过那样颠沛流离的生活 能够有一个幸福的新的中国 那我觉得她们的这种信仰支持她们 能够一步一步 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一位正值美好年华的革命者 一位年轻的父亲 丈夫 儿子 在生命即将奉献于真理与信仰的时刻 字字句句 仍带着温暖的体温 热切的信仰和永恒的生命力 你也迟早不免于死 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 在天愿为比翼鸟 在地愿为病地连 夫妻恩爱勇 世事地良缘 字字前军 你说她没有爱吗 她绝对是有爱的 生离死别就在这一刹那 但是我的信仰就是要引领着我做出牺牲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该给儿子留下点什么呢 蓝帝宇想到这里 拿出了一个废旧的烟盒 提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一生最后的诗句 你更荒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 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以什么样的坦然才能写出 从荒沙里来到荒沙里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以什么样的热望才能写出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是一封家信 也是一封写给祖国的情书 感情真挚至死不渝 召至死不渝 封印珠 召自数话寿书 即使至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也 实践其所幸 立行其所知 为公为罪 所不暇计 1927年4月 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 走上了冰冷的绞刑架 看起来是一个狱中的绝笔 但他在里面没有提个人的家事 讲的都是他自己这一生失智奋斗 希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希望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 你可以看到一个即将走向刑场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 他那么从容 今天的人如果能看到这些文字 他不可能不动容 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动 无论时代都过去多么久远 你都会感觉到 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 那是无数个先例用牺牲 用生命换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二十八年 基调 牺牲 没有这二十八年的牺牲 就没有新中国 就更没有今天 那么新中国这七十点 找到一个基点 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中华民族从鸡贫鸡弱 到繁荣富强 从人机挨饿 到全面消康 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中国共产党今天走到一百年 善于总结 用经验 用睿智 来给今天的年轻人 给世界关注中国发展的朋友 一个奇迹 中国共产党 在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工人阶级的政党 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而是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目 从此就焕然以轻 这是中文版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 出版于1920年 当然我手里这个是后来再版的 它的翻译叫陈旺道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巧合 很多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跳望寻找中国的百年道路 望到 寻到 训到 正到 就这样一路荆棘 一路勇气地 走到了1950年 关于1950年的记忆 纪录片人用他们手里 大量的历史素材 给出了真实的表述 11月中旬 在朝鲜东北部的山区中 越过亚洛江而来的 志愿军地旧兵团各部 正在陆续逼近预定的作战地域 长津湖 中美两国大军迎头对近 决战已经势不可挡 我片子里能看到大量的原始大案 来反映这么一场战争的全局 你发现这个战场 实际上是个立体的战场 不是只是说我们过去当中 脑海里战争的话 就是我方冲锋 进攻 胜利 战争就结束了 通过一个比较立体的 一个比较真实的角度 比较客观的角度 就反映一个大的历史事件 在此时的朝鲜战场上 推进到长津湖西岸 柳潭里的美陆战第一师 由两个主力团组成 是美军在长津湖地区 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这个小小的尊庄力 一时间竟然有三十门 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 十八门一百五十五毫米 重榴弹炮 和相当数量的重迫击炮 无后座力炮 甚至还有洗发乳 袜子 鞋垫和巧克力奶糖 之前已被轰炸成废墟的 荒凉小村 现在挤满了帐篷 堆积如山的物资 和蜂拥而至的美军部队 1081高地 美军撤退的时候 控制这个两公里长的 优积性弯道 这是一个最后一道屏障 就像一堵墙一样 如果说这个高地能守住的话 美军撤退将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在这个高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军后来从这高地通过了 我们就要寻找说 这个高地上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排击炮和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下 从真心里北上接应的美军 以偷袭的方式 兵分三路 从三个方向同时攻击 这是一场 断兵相接的激烈敖战 上面是我们一营的二连 一个人手里战 还有能打的枪也就打了 有的那个枪 枪器都拦不开了 动了中不然 光是我们二连 在那里长导落地 吸收落地 八十八个 后来又找到了那个营副教导院 我们电话沟通了之后 留下了这个电话当中的录音 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吧 再打电话跟他联系 结果他儿子说已经去世了 哎呀 当时把我那个后悔了呀 所以在那个片子里面 实际上用的是他在手机里的那段录音 用的他的那个照片 我们必须 这一个营 66个人 能走路的 还有66个 其他的呢 不上便死了 这个实际中间呢 有洞死的 木死的 还有战争的 这就仅仅二十多天 这场战役就改变了很多人 一生的这个命运 这样的话就和多方的这个史料 对上号了 这就不再是一个全面了 美军士兵回忆 行进中 两边山脊的天际线上 经常闪动着领养般奔跑的中国士兵 有时仅有十多人的志愿军步兵 却狂追着有坦克和汽车的上千美军 这些志愿军官兵 此时已经饥寒交迫到了极点 作为个体 在冰天雪地的荒原大山中 能否活下去都是未知 但在他们内心 对任务的责任感 超过对自己生命的保护 他们已经明白 很难追上对手了 但依然奋不过身的在雪地里连滚带爬的前景 只为自己和手中的武器 还没有冻结之前 能向敌人打出去一枪 军人的使命感 虽使他们用生命向前 向前 长津湖战役中 最悲壮的牺牲 莫过于那些在阵地上 被冻僵而牺牲的志愿军官兵 他们都保持着进攻的姿态 在整理遗物的时候 有人发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战士 宋阿茅的绝笔 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 我绝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地送立在我的阵地上 尽管我付出了这么重大的代价 但是结局对这个国家的命运 是有重大的这种影响 它是一个刚刚脱离旧世界的国家 以那个旧世界最后的决裂 终于我们胜利了 最后高高薪金活下来 我就这么想 因为我赶上这个年代了 就有这么多东西 这个年龄 这个年代的人 独独在这种环境里 闯过来 全部是靠人精神 靠人这个拼出来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刀锋的最后一个镜头 是那个在长津湖被炸瞎了一只眼睛的 叫江玄明的老战士 他老到记不住事 说不出话 采访被迫中断 但是导演和摄像都没停机 然后他们就拍到 这个老人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勋章 然后他就回过头去 用他基本上看不见的眼睛 凝视地图 那片曾经洒满他们鲜血的地方 这就是记录真实的力量 导演李英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走遍了中国 美国 朝鲜 韩国 收集资料 交出了2010年的断刀 和2020年的刀锋 他已经六十七岁了 而两个年轻人 两个从来没有拍过纪录片的年轻人 因为一个偶然 闯进了这段值得铭记的往事 我们都是学生 全部是学生 我们的一颗炮弹 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当时还感觉都无所谓的 一个是彦琴 二一个单值倒 新作人不是好欺负他 雄九九七昂昂 跨过家路上 彦琴小提琴手 一点名 严挺他又回河沟里找 一只手 在山坡上 还钻着个琴把子 人没了 就一只手 小提 我写了一首诗 我说等我老了 那是一根白发 安在你的体型上 我们还演奏 我还在跟你唱 那时候我十七岁 有几个老人特别的像我爷爷奶奶 从形象上和性格上 我们特别想把我们跟这些老人面对面的现场感 呈现给所有的人 因为你在现场听这些老人讲的时候 有些人会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有些人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刺激 战场啊 哎呦 吓死了 一分跑到大弹部的作品 所以两个人会和你 我战友啊 我不行了吧 你别说话 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 苦得干死了 他把这一分一笑 给他藏着 把枪给我 他也有你和我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害怕战争 真正的不怕应该是 害怕但还要去做 这个才是真正的勇敢 而不是说 无孔不入的钢铁战士 您的这些经历回来之后 跟你的子女都讲过吗 我也想过 自己是跟自己说话 他不大相信 进入当代之后 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说了 而我们就像一个陌生的闯入者 带着这个无知的大眼睛 就是说我们就想听您讲故事 所以其实 老人觉得还有人听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这点也是让他们特别 能够敞开心扉的一点 老后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 我们是前后的生死有关的感情吗 我们现在是和平 强大 这个 这个是我们做一个老兵 也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做过这本强大富强 如果这个电影还能在一百年之后被人看到的话 可能那个年代的人会知道 在1950年曾经有一批年轻人 他们是这样为他们的国家来奉献出他们的青春和这个热血 他们是这么来对待自己的这个祖国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电影 超越于普通商业电影的意义吧 我是中国空军 我们奉命运送军军烈士 一海回国 欢迎志愿军逐列回国 我部 揭示一米飞机两架 奉命为你全城护航 离家游市少年深 归来已成 到国区 有战争与和平是贯穿人类历史的重大的主题 用纪录片来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 恰好是反思战争 防止战争 为后代开启持久的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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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 十七八岁的你们 每当我听到 六百六十六个人 能站起来的只有十六个 或者说 我们连一百七十个人 只活下来三个 我就会想 那那六百五十个人呢 那一百六十七个人呢 他们是谁呀 哪儿的人 谈恋爱了吗 后来他们的父母怎么样了 还好 很多人记得你们 你们的名字被刻在墙上 你们的遗骸被接回故乡 还有两个年轻人 他们因为接触了几个老病 被他们的精神感染 就拍了这样一部纪录片 他们希望一百年之后 依然有人看到这部片子 依然有人记得你们 共和国的立国基础 是你们的生命换来的 你们相信未来 我们才能拥有现在 我们不仅可以拥有现在 我们还可以飞向未来 三 二 一 点火 让世界各国人民自豪 我已出头 感激了 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航天员 聂海胜 刘伯明 汤红波 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 我们对于飞翔的向往 可能是贯穿了我们五千年文明 持之以恒的一个主题 我们从第一代载人航天人 再到现在到未来 我们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未来的话我们还要更多的 可能会登上月球 甚至去探索火星 甚至再到更远的未来的话 我们要走出太阳系啊 各个方面的这种进步 都是代表着持之以恒的 我们一种对于太空 对于飞翔 对于超越自身的一种想象 在不到半个世纪中 进美国GPS之后 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欧盟的加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共同在地球上空 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导航卫星网 这是一张改变世界的网 当这几张网联通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在太空上 北斗在为全人类服务 中国人也身处其中 我们干的事全人类都能受益 我们干的事把我们的文明 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它会启迪更多的人 去放下隔阂 人类其实是可以携起手来 把自己的命运 形成一个共同的线索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是我们的北斗 一段中国人充满勇气 奋斗 先人们的家国情怀 奋斗牺牲 招式着一个民族巨大的内在力量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力量 那就是信仰 而一起向未来的努力 又让中国人的家国观 扩展而为天下观 遥望星辰大海 携手造福人类 因为人类的命运 本就是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